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西瓜甚至被捧为贵族西瓜 只有贵族人士皇亲国戚才有资格品尝 或许是一种噱头 不过这的确把这种西瓜的身价抬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其实这种西瓜跟普通西瓜的口感甜度并没有多少差别 同样是西瓜 只是这种西瓜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固定在了方形铁笼里 因此结出的西瓜就变成了方形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小样拖了马甲照样认识你 不过也真有不差钱的土豪买这种西瓜来吃 大概只是图个新鲜吧 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方形西瓜由于被困在模子里成长的缘故 导致它的瓜嚷密度比较大 因此不怎么好切 并且切开的西瓜瓜嚷呈现出黄色 并不是我们印象里西瓜的红嚷 反正在小编看来 这西瓜就跟没熟透似的 吃起来肯定味道一般 也可能是小编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呢 有没有想买一块方形西瓜来品尝的冲动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